我最記得有一次拍的就要去到湖南那裏 就拍回廣州 接著要去一些二三線的城市拍 去一個地方叫做鹽帝陵 真的鹽帝嗎 鹽帝陵是不是鹽帝的陵墓 鹽帝的陵墓 因為那個地方是二線尾三線頭的城市 然後晚上就去一間酒店 你不可以叫酒店 可以叫做檳墓 打開一個觀目分 我們是301號房 我們是主題分館 我們是主題 我們是主題分館 你會去301號 咦?為甚麼只有桌子?沒有桌子 不是,你推開它就是睡 咦?為甚麼有衣服在那裏? 是,這個是衣冠床 上手樓樓來的,誰說是鹽帝 我忘了當我住301號房 其實已經是超級殘舊了 然後上去的時候 一出大堂的升降機 已經有一間聯儀室 而那些聯儀室 就會放到很多麻雀桌 然後你就會看到小姐在唱卡 哇,會不會是? 然後是有一些人就唱 鹽帝鹽卡 對,沒錯 唱鹽卡 我們就叫燦眼齒 不是燦眼齒 燦眼齒 喔,唱鹽卡 那你有沒有參與呢? 那他有沒有誒誒誒誒 我不知道 神經病,你們都不知道內地唱卡是怎樣的 一定是有男女對唱的 一定是 有得比分的 一定是 咪咪咪床殘舊 咪咪床殘舊 咪咪床殘舊 然後女星又唱 對呀,是這樣的 一打開門 然後把白色的床褥 白色的皮 有些紅色的東西 你已經知道污了和不乾淨 不要緊 其實只是睡一晚而已 那廁所很厲害 打開廁所門 它是沒有浴缸 沒有棋缸 只有花刀頭 然後有個馬桶 然後最重要是 因為為了去水 所以裡面的設計是斜的 斜到去水位 很正常 如果不是就糟糕 如果不是就去不到水 如果不是就去不到水 可以去到你的腳 最大的問題是 那塊地的磚 是超級滑的 就是說 你在這裡 你在沖頭的時候 那些水就會落下來 然後就算你穿拖鞋也好 你不穿拖鞋也好 這裡有一個扭水的按鈕 你要扶著 然後沖 不然就會滑下去 這個也很鹹心 我也沒有看過別人 是這樣扭水 這樣扭的水 這個就知道 叫做什麼呢 冷熱同步 那些磚很骯髒 然後你還要捉住 然後就會滑下去 我打算洗完澡就已經睡覺 然後導演就說 喂 拍了一整天 Cut 那導演是Cut 不如拍你一個洗澡 原來洗澡也在拍 其實我們這裡也沒有什麼拍 不如拍你一個洗澡 跟導演說話 突然說Cut Cut 他明明在洗頭 他以為自己一個人 然後怎麼知道 Cut 這個OK 你快點洗下面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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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導演一直不回答我 原來他還在拍 Cut OK 然後導演就 拍東西正正 拍東西正正 因為我們要拍洗澡 導演說收音 對 然後導演就說 導演會叫你收音 對 收水又很深 什麼都好 導演就說 好 funny 整個畫面 突然笑到 在那裡 收音 Cut Cut 他收音 嘴巴 Cut 你看看 剛才我說的 裡面沒有棋缸 沒有浴缸 只有馬桶 對 然後導演在馬桶上 Cut 在馬桶上拍上來 你看 阿瑟 當時我說錯了 這個Tick or kick 原來導演才發現到你真正的才能 沒錯 你適合做收音機 對 這個Tick or kick 我以為你適合做電視 原來你真正適合做收音機 你也是去電話 你連電視的導演都叫你收音 很辛苦 然後導演就說 收音 想去做距離外幕 哦 導演敲門 對 然後就出去了 拜拜 拜拜